你如何Define你的成功? 你所說的成功和我所說的成功 或者其他人所說的成功是不同的 Brian,有個問題想問你 很多人都想知道現在你在做的事 究竟是否你的夢想? 你覺得自己已經達到什麼程度? 一個很好的問題 究竟現在你所做的事,你的理想是怎樣 其實做人的理想很簡單 我相信每個人的目標都是向著那個方向去的 就是現在你所做的事 是否可以很幫到人 以及可以很inspire的人 這個就是我相信 無論你做什麼的工作 你用什麼工具 做什麼生意 做什麼行業 其實最終都是這樣 現在我是一個 business coach 對嗎? 我的目標就是我怎樣用我這個工具 去幫助全球我們的華人市場 是怎樣將他的生意做得更好 是吧? 在那個途中我們會很長時間 我們要有很多新的不停的學習 有一個團隊 整件事是辛苦的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如果我們全力做的時候 我們幫助到很多人 那途中我們散開出來的那種 挖強、目標、團隊精神 我相信就是 也可以做回剛才我們說 可以是做到我的理想 就是怎樣inspire你身邊的那些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分 我們做什麼的工作的 就是有些人覺得自己所做的事 很微不足道 所以不出力做 一不出力做自己一來沒有成績 是吧? 二來就是被身邊的人 怎麼做到這樣 那你怎樣做一個world model呢? 這個就是我的答案 第二個你有問題就是 那你覺得自己是否去到某個位置 我相信就是 目標不是一個終極位置 這個世界是沒有終極一個終點站的 是個旅程來的 是吧? 因為時間不停向前 我們就怎樣將我這一刻做得好 去到的時候我們再設定我的目標 怎樣再幫助多些 再學習多些 是個旅程來的 所以有些人說 你怎樣 define 成功 有很多人錯誤覺得成功是有結果 其實成功不是有結果 其實沒有成功是兩個字 你怎樣 define 成功 你講的成功和我講的成功 或者其他人講的成功是不同的 是不是? 有些人覺得是找很多次的成功 但是在他的世界 或者他這樣看 但是譬如說 他在我這個世界的時候 那如果你只是錢 就可以說你自己成功 那譬如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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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錢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是不是? 所以成功的定義 你要看是否幫到很多人 inspire很多人來一個掛勾 無論你在這個行業 你做得多好或者是甚麼為止 你看到比如說 在searching engine google就是No.1 有些人就說 No.1我不是很棒 No.1什麼都不用做 不就keep回住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觀念很簡單 為什麼他No.1首先是 因為他不斷學習 社會或者行業是不斷向前 每天都會進步 那如果你想是啟發多些人 或者你現在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一 是不是? 我們的贊助就是 我們不斷將我們的技巧 我們的know how 我們的精神 不斷向前推 不斷進步 如果你用這樣的心態 其實你很難做 不是做到最頂尖的 但是有些甚麼人是 是好得 是我們叫一個legend 而一班只不過是ok的 ok的那些人就是說 我去到某個位置 我滿足了 夠了 我停在那裡不學習了 大有人在 最危險就是 開始舒服了 開始是有些cocky 覺得我自己已經是不需要學了 但是你發覺那些legend 或者icons 或者一些很出色的公司 就是說 學習不斷進步 不斷挑戰自己 是一個過程是不會停的 所以為何不斷領先 是一個原因來的 你可以領先一陣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精神 你只可以領先一陣 視乎你想留有甚麼legacy 在這個世界 沒有對錯 所以第一件事是 你判斷了你的成功 對不對 你判斷了你做人的意義在哪裏 你問你自己 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想 旁邊的人是怎樣評論你的一生 你想下一代提到你的名字 或者看到你的樣子的時候 五十年一百年之後 他會用這個故事 inspire到某些東西 又或者什麼都inspire到 這就是我們的選擇 OK 希望剛剛答到Packy的問題 對不對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分享出去 讚好它 有甚麼留言 例如我和你分享某些想法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訂閱你的頻道 開啟鈴鐺給它 下一次我們的影片 就會直到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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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